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矮文 最近香港沒有一個深水埗深導遊 很熱的 現在來回矮文深水埗深導遊版本 看看我們未用700多元 就可以吃勻整個深水埗 走勻整個深水埗 我們一起去 今早就來到第一站雷新春 為何我們要選擇雷新春做第一站呢 因為最近香港人很燥底 近一年來都很燥底 待會吃很多東西、玩很多東西、買很多東西 都更加燥底 所以就來這裡 喝定一杯涼茶才開始行程 你過來看看 這裡寫了 每位導火糧市都可以 振一杯指定涼茶 不用錢的 雷新春是1931年建成的 以前下面是鐵板館 上面是雷氏家族住的地方 這幢大廈好好展示 以前香港霞鋪常居的生活方式 這幢大廈是以前香港戰前建築 我們現在就可以享受一下 紛紛的歷史氣氛 這裡還有雷氏家族當年的照片 雷新春作為香港第一批活化建築 現在上層已經變成香港浸會大學中醫保健中心 它提供了診診服務 如果任何人想養身 調理一下身體的話 不妨去上面看看 我們現在先拿一杯涼茶 先喝一杯 先喝一杯 哇 立刻不義氣 嚇了火 喝完涼茶, 立即开始我们的行程啦 深水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街道两边都有不同的摊档 每一个摊档买的东西都很不同, 就好像尘宝一样 讲到艺旅行, 虽然不是出国旅行, 但有些东西一定要做足 就是买手信啦, 第一集我们就来到新龙饼店 我们来到北河街就一定要来这一间新龙饼店 为什么呢, 因为新龙饼店在香港已经立了二十多年历史 真的是香港人开的, 自己人的一间怀旧饼店 我们在这里走过, 很多街坊都主动跟我们说 一定要来买他们的饼, 一定要买他们的泊仔糕, 白糖糕, 和他们的糖饼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试一下 谢谢, 我要三个花生奈米糍 一个泊仔糕 新龙饼店果然在深水埗很有名 我们站在门口一会儿, 买饼的客人一直都没停过 我们为了保持战斗力, 就只买了花生奈米糍和泊仔糕 花生奈米糍就十元三粒 你看看, 软软软, 冬牛冬牛的 这个也是几多楼, 五元真是超级则 饼仔糕如果在外面买, 很多地方都很硬 没有酒味, 但这里好像有传统那种味道 又来到下一站了, 这里就是腸粉, 鱼蛋, 烧米 基本上离开不了我们的童年 对啊, 我小时候放学都会来吃这些腸粉 就算现在大割了, 久不久都会想吃猪肠粉 不说你不知道, 这一间入选了米糍莲芝蓝 真是名湖其实的米糍莲芝蓝 我们四个人叫了这么多东西, 加加万万才110元 吃到饱就行了 去下一站之前, 我们还特意去了西九龙中心 去看看最近成为热画的广告画 当是支持一下本地创作啦 我们先敢吗? 哈哈 每次来到深水埗, 不少得买电子东西和电脑东西 以前我们会去鸭寮街和黄金商场 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地标 就是这个深水埗电子特卖城 它的价钱真是便宜到你不相信 有时我们在湾仔看到有些东西是40元 但来这里可能几元就买到 但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 其实无论是星期一时五还是星期六日 都是超级超级多人的 真是便宜过你去淘宝啊 是啊 其实我建议你, 所有人都是 去这里之前, 最好减减肥 因为进去,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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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来买东西的人真是多到成场都很难选 要找深水产品真是要花上一些体力 看看Eman会找到些什么 真是九元 深水埗电子特卖城分了很多区 有电话周边用品 电子产品 家品 文具 应有尽有 女人买东西真的不会累 走了一会儿 Eman好像有点收获 刚刚买了一条充电线 这里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有试用区 你买完之后就不用怕它会坏 先充一下 是可以的 来到公和豆瓶厂 这里已经创立了127年了 虽然这间店不是最有历史的店 最有历史的店是九龙城 但是最近因为地产霸权问题 已经参与了 这间店也是很有历史的味道 我这个本身已经有糖 然后这个本身是无糖 然后借加黄糖 当然也可以加 他帮你加糖水 如果你不喜欢加糖水 就借加黄糖 我喜欢黄糖多一点 10%吃 加上这里的环境 好像穿越了时空 在很久以前的时代 是不是很復古 真的很復古 除了要吃豆腐花 都会吃的东西 因为它是很脆的 它会炸得很脆 真的很脆 这个豆腐 如果你不加任何东西 会觉得它比较淡 但是它淡的好处 就是吃得出它本身的豆的味 很喜欢 现在来到美河楼 其实美河楼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在1953年12月25日 就是圣诞夜 那天发生了石结尾大火 因为政府想安置居民 所以延伸了第一个公共屋邨 就是石结尾村 当时1996年年代 粮食食品的单据 是加盾的 看看有没有加盾雜饼 红冠的一只要 为什么写红冠加盾雜饼 红冠加盾雜饼 不知道当时买了 现在吃完了吗 当时政府平均每人有24呎 所以有120呎 家里面 如果人均加盾不够120呎 其实你要拆火 你要分开一半给人住 一半是自己家人住的 如果你是家人 多过五个人 就会像这边 整个单位 都可以是你自己 好急了 好急了 急了呢 家里面是没有厕所的 你要去公共卫生厕所 它叫公共卫生设备 就是这样去 只有一条坑 我们走完美河楼 转小小弯 就已经可以 一路走上加盾山 那我们就一路走 其实走加盾山 大家要有一个很大的心理准备 就是由一开始到完结 那十五分钟 其实路程很短 十五分钟就可以上山顶了 但是这十五分钟 全部都是楼梯级 就是不停有楼梯级 不停有楼梯级走 好过你去健身厕所 是啊 好累啊 以前踢得挺长的关系 就很近这里 所以这里所有的楼 都有高度限制 虽然十五分钟 可以上山顶的山 一定不是很高的山 但是就是因为 楼梯有高度限制的关系 就可以看完整个深水埗的景 其实已经走几步了 开始走起了 只是头一分钟而已 我们还有十四分钟要走 那我们就一起走走 因为我们今天来就是平日 所以看到这里没有什么人 加上现在又没有日落 所以就少人一点 如果你平时是假日 或者是日落那段时间来 因为太方便的关系 就很多人会来的 我们现在就来到楼心记面家了 楼心记面家是香港现在仅有 即不是很多 还是自制足声面的店铺 它是一家港式的老牌粉面店 现在老板已经是第三代全人了 那我们不如去试一下 立刻去试一下 去摁摁摁摁摁 做出来的竹式面 来到楼心记面家 当然要试一下它们的招牌菜 就是虾子拌面和鲜虾鸿 老板一点都不过行 哇你看看 这些虾子超级多 哇别说了别说了 我真的喝不住了 快点吃了先吧 我上网看它们的粉团 是用加拿大的面粉做 所以它面粉味就会特别香 而蛋它们就不是用鸡蛋 就是用鸡蛋的鸡蛋 鸡蛋的蛋味就会更香 所以刚才吃下去 跟外面的车子面的面 是完全不合的 听闻一个面团要压它 一千次才做出来的 是的 而且老板坚持今天做 明天就买 所以面子就不会 放了很久的面 不会变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超级好吃 我觉得跟平时的车子面 是完全不同的 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这碗鲜虾鸣 这碗鲜虾鸣 是炒香的白芝麻 代替麻油 所以有芝麻香 淡料用手切的半肥瘦猪肉 和越南虾 爽口蛋鸣 再加上用大地鱼 虾米 猪骨 来汗果等熬成的汤底 哇 真是一流啊 好累啊 玩了一整天 就算在深水埗 我们都由早上玩到晚上 现在天都黑了 我们今天总共 只是用了347分 我们吃了很多间店 给女法局 深水埗的一天团 七百多元 其实一个人的团费 都未够 深水埗真的好反映到 香港的另一面 有时候我们去尖沙咀 海旁 可能会看到香港很金碧辉煌的一面 但其实香港还有另一面 就是这个反映展 给大家看 最香港最地道的地方 我们下一集 就会加入一个团去吉澳 下一集就继续跟着我们 一起去吉澳 加入一日游的旅行团 我们就会大家一起去继续玩 希望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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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